这个南投的北梅国中 北梅 北梅在哪里 就在南投国庆像旁边那里 立糯米桥大概一两公里之内 这个学校当初因为被地震震垮了 在我们2000年的时候 帮他房子校舍重新盖起来 所以我就长期跟他们有一些关联 我长期会去回去拜访他们 那这一次呢 我今年已经去了两次了 那这次等于今年第三次 那我去拜访他的时候 就跟同学们大家在一起聊天 他们同学也不多 也是130几人 然后就问到他们这个同学 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家可以回答 有什么需要大家来了解 就同学还没举手 有位女老师举手 叫了我一声涛歌 然后就整个哽咽 然后流泪 我说不要激动 静下心来慢慢有什么事情 看到你会有这种反应 对啊 然后 然后我又 他又教我一声涛歌 然后又持续的在哭泣 后来他就慢慢的 这个 喘了半天以后 就停下来说 他跟了很多孩子生活在一起 他是音乐老师 他带着孩子们 他已经在那个学校待了九年了 然后他说这孩子们 有时候真的对课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他发现这孩子 对音乐有一些兴趣 其中有几位音乐 还特别有一些感觉 有一些feel 那他就跟孩子们经常聊 什么的 那孩子们就开始有一点转变 生活上 比如说 平常在这个课堂里面 根本就走来走去 没有坐下 你很难想象的 那他后来发现 孩子愿意静下心来 听音乐 听音乐之外的一点 生活上的 这个或者是 课业上的一些小的故事 那其中有几个孩子 他就跟他们讲说 他说你如果真有兴趣的话 说不定 他那时候刚好 这个有个杂志 登了一篇 萧敬腾的故事 说萧敬腾年轻时候 也非常的 十五六岁 非常放荡 那么也就所谓的 行为上面有偏差的孩子 那这位老师就跟 这几个同学讲 说不定 你们如果真的 你有兴趣音乐的话 就开始玩音乐 了解音乐 说不定你以后 也会很有成就 就像萧敬腾一样 他话没说几天 这孩子自己 因为他们没有经费 他自己去 到那个垃圾桶 这个学校里面 或者在别的地方 自己筹组了一套 那个爵士鼓 那个爵士鼓 我们大家觉得 那个爵士鼓 他很一般正常的 有大鼓小鼓 有领鼓 那他们是找到 五个破的那个爵士鼓 五个破的爵士鼓 因为都破了 所以他把五个 破的爵士鼓 叠在一起 有两个小鼓 上面也都是斑驳 凹凸不平 然后找了两个 那个领鼓 那个领鼓呢 因为他有脚踏板 他没有脚踏板 都破了嘛 应该大家都落石 垃圾场找了 他就找了两双舞蹈鞋 那么架在领鼓的下面 就当成那个踏板 那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 凑合起来的 一套的爵士鼓 那这位老师当初 之所以痛哭失声 就是他觉得这批孩子 真的很 也开始有心 也在回头 但是 就什么设备都没有 这老师就说 我们能不能够 这个 有机会 有一些经费 我当下就跟这个老师 报告说 我说孩子们只要努力 只要有心 那么他一定可以 往这个方向 一定会达成他的愿望 你只要有心 因此这个 这个老师就马上接着说 他过去这一年 已经带了这一批 孩子们 一两班的孩子 就每天这个 除了上课之外 只要他的音乐课 他就陪着孩子 一起来这个练习 来发掘他们的兴趣 孩子的心 也慢慢的稳下来 然后也发生了 这个热情 也有兴趣 所以他就带着孩子们 但是没有信心 他就这个音乐老师 瘦瘦高高的 是一位廖老师 女老师 就带着每个礼拜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带着孩子 从他学校 走到旁边糯米桥 糯米桥是非常 古老的景点 一个古老的 这个景点桥 之前被冲垮了 没错 就在国庆乡那里 就带着孩子们 在那个旁边 做这个路边的演唱 有的游览巴士会经过了 有的人给了五块 十块了 他们就拿这个 来准备当做 一个基本的经费 来购置一些 音乐的这种器材 然后他们很少 离开这个国庆 离开南投 连台中都很少去 更不用说在这个北部了 所以这就是一连串下来的 这样的这个状况 这个音乐老师 廖老师就 就就说 他们孩子太可爱 孩子是有机会的 那么希望能够 经过孩子们的努力 他已经有一年多的 这个情况 后来这个家长 这个北美国中的家长会长 也知道 在前一阵子 就跟着孩子们 宣布一件事情 说那天说 孩子们 我们不只是可以在 我们走路十分钟之外的 这个糯米桥表演 我们可以一曲尝试 到外地去 好不好 有的小朋友讲 台中啊 到南投市啊 就有一个小朋友讲 会到台北吗 然后那家长会长 也是一位理会长 就说 是 我们现在去台北 因为他当初他们说 希望有一套谷 那其实就是这个 邱福生先生 他去找到了一套谷 也这个 暗暗的 把那个谷 捐给孩子们 孩子看到谷 起先没什么反应 到半个小时之后 才开始尖叫欢呼 你知道这个跟都会的孩子 是不一样的吗 我想他们可能是觉得 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真的是不太相信 对 他们就不太相信 但是在都会的孩子来讲 觉得这没有什么 没错 好 我们进去看广告 因为这还有个梗 回来 当孩子到了台北 正在唱这个肖静腾的歌 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 不得了了 那他们的偶像 这个台北的 华纳威秀的这个广场上面 搭了一个小台子 那北面来的 这个三十几个同学 在那边紧张到 有的胃痛 有的 这根本不敢上场 那么好不容易 他们唱了几首歌 最后唱了一首叫收藏 收藏就是肖静腾的歌 那么回过头来 一看肖静腾在他旁边 那么肖静腾 原本在联络的时候 肖静腾 这个一口就答应 甚至说时间上比较赶 那一天肖静腾原本说的 半个多小时 环保